雷大爷 雷大娘 你们好 我们听说你们在今年 与我市的甜水小区 购置了一套房产 是不是 是 我们买了这个房子以后啊 马上就找装修公司装修 我们儿子要结婚了 得赶紧把这房子装修好 那现在遇到什么问题了呢 现在的问题是 我们的房子 不仅到现在没装修好 而且 对门的刘先生 要求我们赔偿 我们不知道怎么回事啊 赶紧到物业公司去打听 一打听啊 才知道 居然是物业公司 给错了房门的钥匙 这不是我们的房子 装修公司进错了门 装错了房子 而且听说现在事态 已经发展到非常严重 以至于影响到你们的儿子 也就是雷辉先生的婚期延误 是啊 肯定是影响到婚期了 物业公司根本就不打算赔钱 还说什么 说实 我们也有责任 想必这套房子 是你们老两口 为儿子精心挑选的吧 对对对 我来说 我们挑选这个房子啊 是考虑了各方面的因素 不但现在我儿子上班 他要方便 而且以后有了孙子 这个孙子上了幼儿园 上小学也方便 我看了一下啊 我以后送孙子上幼儿园啊 过条马路就到了 小学也很劲大 有公交直达就两站顶 老两口真是用心良苦啊 不仅帮儿子安排好了 连孙子的事情也想好了 那当然啊 我这个人啊 本来就是一个善于规划的人 我儿子从出生到现在 他所走的每一步 那都是我同仇安排好的 我儿子到现在 在我的安排指导之下 他各方面的发展 都很不错啊 在教育孩子这个问题上 我可以说 我还是可以的 雷大爷 你说你规划好了 雷辉的一生是吧 那雷大娘呢 他 他管后勤 我在前方负责指挥打仗 他负责后勤保障 二老配合得相当不错啊 很有默契